靠捡废品的老人一辈子勤勤恳攒下十四万 等救命需要钱的时候却被银行拒绝取款 那么为何会这样呢 张女士气愤地说 所有的证件我都有 一切都合法合规 为什么就是不让取呢 而银行负责人表示 要想取这笔钱必须本人亲自来 即便作为老人的亲生女儿 也是没有资格取的 除非张女士能去做公证 证明自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张女士委屈地说 父亲去世之前 他还曾拿着存折来银行取过两万块 凭什么人过世了就不让取 合着银行就想私吞这笔钱吗 面对质疑 银行负责人解释道 老人过世后 他留下来的钱就属于遗产了 想要取得遗产 就得有老人生前留的遗嘱 或者公证证明才能把钱取走 听到这样的解释 张女士依旧不认同 他认为父亲的钱就算说破天 也应该归他所有 何必大费周章 整这些没必要的证明 接着调解员跟银行解释道 因为张女士的母亲 也急需用钱看病 希望银行能通融一下 先让他们取出一部分来救急 剩下的等拿到证明后再来取 没想到银行的态度始终如此 如果没有公证书 那么这笔钱谁也取不走 也这说这是一笔无人继承的遗产 最终也将归国家所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